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紧急警告 要求路易斯安纳州一些地区的居民 尽快疏散到地势更高的位置避险 拜登总统形容爱达飓风足以威胁生命 他宣布路州遭遇重大灾难 可以获得联邦支援 飓风今天上午减弱为热带风暴 并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继续被伤 报导指出路易斯安纳州是全美当前 新冠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纽奥梁等地医疗资源已高度紧张 而飓风爱达令局势雪上加霜 卫生专家指出路易斯安纳州 多处避难所人员密集 当地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骤然上升 卡尔多山林大火持续往 加州北国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延烧 当局已经发布更多警讯 下令撤离更多人 以及封锁更多的道路 卡尔多大火已经延烧14天 焚毁了17万英亩的土地 加州森林防火厅昨天对艾多雷多县 发布更新撤离警告 其中包括了南部泰号湖盆迪地区 火之木仙经13%获得控制 拥有39栋住宅商业与其他建筑被毁 迄今超过650座建筑遭到破坏 根据森林防火清官网 这一场火灾已经导致5名消防员和居民受伤 来自卡尔多山火和西部各地野火的农烟 已经严重危害部分社区的空气品质 全球百国发表声明指出 阿富汗塔利班已经保证 美军本月31日完成撤离行动之后 塔利班将继续允许外国人 和持有外国旅行文件的阿富汗人 安全有秩序的出境 根据报道 这100个国家包括了美国 英国 法国和德国等 但中国与俄罗斯并未名列其中 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等 签署的这一项声明又说 我们全体都致力于 确保我等公民 国民 居民 雇员 为我们国家工作而深陷险境的阿富汗人 可以自由离开阿富汗 往其他目的地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法国与英国打算呼吁联合国 在阿富汗首都克勃设立一个安全区 让人道救援能持续进行 近期南非又出现了疫情爆发以来 突变程度最大的全新变种病毒C1-2 研究显示这种变异毒株更具传染力 让现有的疫苗难以对付 目前已经在7个国家限中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 科学家于今年5月首次检测到C1-2这种变异株 是由1月发现的C1演化而成 但与C1相比新变异种已经大幅变异 研究发现与原始病毒相比 C1-2的基因变异程度 已经超过全球已知的所有高关注变异株 根据研究报告 南非的C1-2相关确诊比例 5月时仅有0.2% 6月增至1.6% 7月则达到了2% 请继续写电视频快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